這邊還得一次 這邊是要這樣操作 這邊的話直接 請把我家裡影像弄好的生釉出來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抱歉慢了一兩分鐘 今天要來跟各位好朋友談的是我們這一個 有關鋁含量的問題 這是我們消息會今年度的一個檢測報告 那為什麼特別挑了這27樣啊 包括所謂的一些油炸的點心啊 還有一些這個雪花糕啊 甚至還有所謂的海帶海蛇皮啊 來進行鋁的檢測呢 其實它是有背景這個說明 我們這一集的消費者報導雜誌啊 也講得很清楚 因為在2011年啊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啊 還有世界糧食組織啊 這個聯合國的這個組織 他們有一個叫食品添加的這個委員會 提出了一份報告 裡面就呼籲啊 這一個會員國啊 要特別提醒消費者啊 這個人的這一個每次啊 按照體重來算的話 每公斤啊 這個鋁的攝取量啊 不應該啊這個超過啊 這個兩毫克 所以說如果一個50公斤的人來看的話呢 那他每天這個鋁的攝取量 不應該超過100毫克啦 那麼 並且把這個標準啊 公佈給這個 所有的會員國啊 大家來參考啊 那 2011年公佈以後啊 我們消費會其實就連續 三年追蹤啊 那當時事實上我們 呃 針對這個標準啊 就檢驗出啊 啊 海摺皮 啊 這個油條 啊 等這一些東西 海摺皮呢 主要是他因為處理的過程 使用了冥帆 啊 傳統的又還有冥帆以外 還用了煙遮 那以至於呢 啊 無意中呢 讓這一個 海摺皮啊 啊 它這個鋁的含量啊 就 呃 超量啊 那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認為這個海摺皮啊 含量不應該要超過500毫克啦 那麼 呃 我們一般的這個油炸 還有這個所謂蛋糕點心類 啊 它主要因為是用了所謂的 蓬鬆劑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這個膨脹劑啊 發粉 啊 那這個發粉跟這個膨脹劑呢 那麼 也會讓我們這一些 蛋糕啊 啊 或者是油條啊 這些油炸的點心類啊 也殘存了比較高的這個 鋁含量 那這個在 過去幾年啊 我們的檢驗 呃 報告持續追蹤啊 都發現哈 這個海摺皮啊 油條啊 這個鋁的含量還是偏高了 那 可是我們有注意到 啊 由於我們消息會不斷啊 提醒這個鋁含量的問題 我們 呃 這個食藥署啊 之前啊 也曾經預告了 說對於這個食品添加劑 特別是裡面鋁的含量 打算要來公告這個 一個標準 讓我們廣大的業者啊 還有消費者朋友啊 有一個遵循的 一個依據 啊 可是呢 呃 所處理啊 比較會殘存啊 呃 這個鋁含量的這個食品 哈 明文規定 不可以超過 500毫克 哈 就是每公斤啊 哈 那對於這個 使用蓬鬆劑 所謂發粉啊 這一類的 這個蛋糕啊 麵包啊 特別還經過油炸的這些 哈 點心類的哈 不可以超過這個 100毫克 哈 的這個標準 哈 那麼我們經常說是 欸 大陸好像是 食品經常有問題啊 可是呢 就這一件事情來看哈 哈 人家的標準 反而哈 更早比我們台灣啊 所謂的食品 哈 美食王國啊 公佈的還更早 哈 那事實上 消息會這幾年就持續一直在呼籲提醒這個問題啊 哈 所以今年度哈 我們再一次的 呃 抽樣了27件 哈 那大家如果 啊 這個消費者朋友你有特別注意哈 我們這一期的這個消費者報導雜誌啊 啊 特別 呃 年度的檢驗報告 在我們的48頁 啊 都有很詳細的 這一個 啊 抽樣的這個 過程 啊 那麼這27樣呢 呃 大家可以看到哈 當然我們是今年9月間啊 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這個 中式早餐店 零售店 雜糧行 以及啊 夜市啊 那麼 總共呢 這個 嗯 抽樣啊 購買了27種 啊 這個樣品 那麼這27件啊 大家如果注意的話 有7件是屬於紅培的食品啊 包括蛋糕啊 鬆餅啊 那麼有5件呢 是屬於這個 真煮的蛋糕 啊 那麼真煮的蛋糕呢 像馬來膏 叉燒包 還有7件呢 是油炸的食品啊 這7件呢 有一件是點心 有6件呢 是油條 啊 因為我們之前也發現 這個過去油條啊 它的鋁含量啊 是相對偏高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特別追蹤 還有3件是屬於海淡 啊 還有5件是屬於海澤皮 這也是過去啊 我們啊 第一次檢驗啊 是比較偏高的 這個 食品啊 那 這一次調查的結果啊 這27件當中啊 假如是有包裝的 那基本上啊 我們發現 只要是有包裝的 它的標示啊 都能夠符合目前啊 食品標示的這個規定 是什麼成分 重量多少 保存的方法等等 是寫的 都能夠符合目前的規定 可是呢 27件只有4件 是有這個正式包裝 那可見呢 大部分呢 還是散裝 或者是零賣的 因為小吃嘛 可能是路邊攤啊 夜市啊 我們這一些小吃店啊 所以 它比較沒有正式的包裝 所以在這個 我們抽樣啊 這個購買的過程啊 那麼消費者就必須主動的 要跟業者啊 來這個提問 你這個是怎麼處理的啊 那麼在使用的方法上啊 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啊 能夠保存多久啊 通常都必須由消費者主動來詢問 或者呢 業者 都不太會主動來說明 這也是 我們經常提醒消費者朋友啊 貨幣三家 那麼 要問清楚 這樣呢 對我們購買的 產品的資訊啊 比較透明的話 你自己到底吃了什麼東西啊 應該也會比較好啊 那麼 我們這一次的調查 這個 主要呢 除了這個標示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價格 更重要的是 鋁的這個含量啊 小綠有問啊 他說鋁製品烹紫食物啊 會 患老年痴呆啊 的機率高嗎 這一次 我們特別提醒鋁是 根據2011年 因為世界衛生組織啊 有特別說明啊 那鋁呢 是特別對我們這個骨骼 或者是神經系統 如果你這個鋁啊 有一些是會自然排出體外 但是呢 過量的話 他也會 積蓄在我們的體內 那對人的骨骼 神經系統 都會造成不良的影響 所以你說 會不會造成這個 老人痴呆症 這個可能還要進一步 再去查證啊 但是如果老人痴呆症 是跟這個神經系統啊 這些有關的話 那我們就建議 真的要注意這個 鋁的攝取量啊 要特別的控制 那愛心有問啊 說 食物為什麼會含有鋁 這個就是我剛剛 特別有提到的 因為我們這些點心類啊 特別會使用到 所謂的 蓬鬆劑 也就是俗稱的發粉 那這個發粉裡面啊 它就會含有鋁的這個含量 那我們這次調查 事實上也發現到一個現象 有很多麵包啊 這些點心啊 它的鋁的含量 比過去我們前幾年做的這個含量 比較低了 比以前要低 那採過的過程 我們就問這些店家 你們這個鋁的含量好像是比較低啊 是什麼原因 他說我們有看到你們的檢驗報告啊 幾年前啊 所以我們現在指定 買的蓬鬆劑 買的發粉 是要買那種啊 不含鋁的 或是 這個是 低鋁的 這一種 蓬鬆劑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覺得 這幾年我們消息會啊 持續提醒我們業者啊 提醒我們消費者朋友啊 要注意這個鋁的含量問題啊 我們這些業者啊 會主動 在使用這些蓬鬆劑的時候 要指定不含鋁的 或者是低鋁 那這樣呢 我想這是一個好現象啊 不過呢 問題是 但是儘管我們這一次的調查 還有不少 都是 譬如海澤皮啊 或者是海帶這些啊 呃 有350毫米 甚至到1000毫米的啊 什麼 但是呢 以前 目前政府因為沒有 公佈這一個 標準 所以呢 呃 就是我剛剛講的 草案預告 只聽樓底下 並沒有正式的來發佈實施 所以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對這個鋁的含量啊 政府並沒有一個明文的規範啊 來這個 要求業者 或者是讓我們消費者 能夠來參考比較 我買的東西是不是 有超標了啊 這也是我們這一次檢驗啊 也積極呼籲啊 是不是 政府既然已經知道 這個 呂的含量 國際都有標準出來 甚至連對岸 都已經明文公告啊 啊為什麼 我們還在這裡遲疑啊 這個是我們呢 呃 百事不竭啊 也希望我們這一次的檢驗報告 能夠再喚醒啊 我們政府啊 這個主管的部門 齁 能夠及早 齁 就已經預告那麼久了齁 應該齁 也會獲得大家的這個共識了齁 齁 那如何從飲食中減少 這個 攝入率 欸這個問題我覺得 問得很好齁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在這個購買任何這個食品之前 我們養成一個習慣 他假如有包裝有標示 齁 那我們就注意 他這個呃成分啊 是不是有超標齁 齁 那現在我們比較這個呃 沒有辦法依詢就是因為 呂沒有公布標準齁 齁 所以消費者可能必須主動的去詢問齁 齁 那這一次呢 呃我們特別在雜誌裡面齁 齁 也有告訴大家一個小撇步齁 就因為過去鋁的含量 特別像海蛇皮啊 這海帶啊這一類齁 這個食品 他之所以鋁的含量特別高 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傳統在處理這個海蛇皮啊 或者是海帶這一些啊 會用所謂的明帆 齁 明帆這個 處理過以後還會再用這個煙 顏折的方式 齁 來除去它的臭味啊等等齁 那這個在處理的過程 就容易讓這個鋁的含量齁 這個變高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 呃我們使用的蓬鬆劑發粉裡面齁 也會這個讓這個我們做出來的點心 他這個鋁的含量齁 會偏高 那既然現在這個國際上都有明文的規定啊 海帶啊 海蛇皮啊 不應該超過500毫克啊 這個 呃 蓬鬆劑啊 這個發粉 所做出來的 這一個 呃 蛋糕啊 這個麵包啊 那不應該超過100 如果還是油炸類的齁 他說那要求更高了 那不應該超過40 这个好客了 所以这个国际上都已经有这个标准可以依循了 只是我们国内一直没有公告 所以消费者朋友 你们在购买的时候 最好能够主动询问 不过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些食品 是比较属于所谓的散装的 或是离卖的 那有些业者 他自己甚至也不知道 我这个东西里面会有铝的东西 那这一次我们去这个抽样的时候 调查结果显示 有些业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在使用这个蓬松剂 那么就会特别选无理的 那刚刚讲的小pepper是 是针对海泽皮的处理 那海泽皮的处理 当然现在业者 这个大量处理的业者 他们知道了 这个用这个所谓的醋酸 来取代过去所谓的明反 那用醋酸处理了以后 这个海泽皮的这个铝的含量 就会大大的这个降低 可是我们一般家庭主婦 或消费者朋友 我哪里去找醋酸 我们又不是这个化学工厂 或者是化学家 家里面哪有在放什么醋酸 这一期的我们消费者报导杂志 各位好朋友 你翻开我们杂志的这一个 所谓的第57页 57页就会看到 里面有一个叫做海泽皮 跟明反的这一个方块 那这个方块里面呢 这个有个小pepper 这个就是提醒大家 我们用食用醋 来代替这个所谓的醋酸 那么我们一般的食用醋 你如果先把这个海泽皮 我们买来以后 如果在家里处理的话 75到80度C的水 先把它穿烫 穿烫完了以后呢 那么其实就会让这个铝的含量 这个稍微降低了 那如果再用这个所谓的 我们食用醋 来给它浸泡 那譬如600毫升的水 加入一到两汤 两大汤匙的所谓食用醋 你给它浸泡个 两小时到四小时以后呢 结果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海泽皮的这个铝的含量 就会降到500毫克以下 那否则的话像早期的 那种传统的处理方式 往往这个铝的含量 都甚至超过1000甚至2000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处理 就会让铝的含量 来大大的这个降低 我想这也是我们一般家庭主妇 或消费者朋友 你自己如果是买海泽皮 回来自行要处理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建议 应该很值得大家参考 另外我这里特别提醒 这个各位好朋友 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呢 其实是我刚刚讲过 是2011年 这个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跟这个世界农粮组织 他们的食品添加剂的委员会 特别所公布的一份 这个资料 建议大家这个按照你体重来算的话 每公斤不应该超过2毫克 这个铝的摄取量 所以我刚刚讲说如果患上是50公斤 体重的这个朋友的话 我们这个铝的摄取含量就不应该超过100毫克了 所以呢对于这些可能比较容易存有这个高铝成分的食品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虽然我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公告这个标准 但是国际上甚至对岸的大陆都已经公告了这个标准 那我们消费者不妨可以参考这个标准 来进行我们自己的这个食品采购 跟这个处理 那可能很多消费者朋友也会关心这个所谓价格的问题 我也把这一次这个价格的这个调查结果 跟各位好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这一次呢我们这个调查我刚刚讲过 如果是属于这个烘焙的这个样品 那么以每百公克来算的话 那它的单价大概是10.9到45元之间 那如果是真主类的这个点心样品 大概是16到80元之间 因为看它这个做出来的这个 可能还有一些是品牌的问题 所以价格范围还蛮大的 那油条每根呢是介于12到20块之间 以这个100公克的这个标准来看 海带呢每100公克大概是8.2到16.2元之间 海泽皮呢是每100公克呢是22.6到92.1元之间 也把这个价格的这个资讯 给消费者朋友你们可以做一个比较跟参考 那我还是要提醒各位消费者朋友 你们这个到市场上去选购的时候 能够主动的来询问 当然我们也发现有些业者 他可能不太清楚 因为政府也没有公告这个标准 不过呢 已经有部业者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调查的结果发现 有不少使用这个膨胀剂的这个面包啊蛋糕啊 他的含铝的量啊 比我们前几次啊 这个所做的调查的这个含铝量啊 是有明显的这个降低的啊 我觉得这也是好现象啊 那如果我们消费者每一次在选购的时候 都会主动跟业者提醒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相对啊 过去业者变成说我不知道啊 我不晓得啊国家没有标准啊 这种托词呢 应该也就会相对比较减低了 那至于标示的调查这一部分 刚刚我也跟各位好朋友说明了 那标示这一部分呢 我们事件他有这个完整包装的 那么他的标示的品名啊 内容名称啊 他的重量啊 他的这个制造厂商啊 这一些应该揭露的这一些资料啊 在这一次的 事件有完整包装的啊 这一次是都符合了啊 那我们觉得这是好现象啊 不过 其他散装或你卖的啊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这个直接从他的标示来说明 有些只插个牌子啊 说我这个是什么蛋糕 我这个是什么面包啊 或者是我这个是什么点心 大概只有一个品名啊 还有最多 或者是还有一个价格 那至于他的内容物啊 保存期限啊 处理方式啊 那这个可能都要 各位好朋友啊 你们主动去问这个业者 主动去问这个业者 那我在这里也顺便说明一下 那传统啊这个铝啊 我们因为它的材质比较轻 所以我们在很多烹调的这一个 锅碗瓢盆当中啊 有很多也是铝制品啊 那就因为后来发现这个铝啊 如果过量囤积在人体内的话 对骨骼跟神经系统啊 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啊 所以最近这个铝锅啊 那这个装碗的这个铝碗啊 等等相对是比较少啊 可是我们看到一些易开罐的这一个 饮料啊 罐装的容器啊 大部分都是还有铝啊 我们烤肉时候用的这个锡箔纸啊 也是有含有这个铝的成分啊 所以这一些 刚刚天天在问说 怎么样从饮食当中 要减少摄取铝啊 除了我刚刚讲的说你在购买的时候 要主动问业者 或是看清楚它的标示 里面铝的成分到底是不是有超量 那我们在使用这些锅碗瓢盆啊 或是使用这些容器的时候啊 也尽量啊 特别那种刺激性的这种食品的话 你如果放在铝啊 它如果会溶解或是渗透出来的话 那当然 这个无形中都会增加我们铝的摄取量 这一点也特别提醒我们消费者朋友 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 我想 这是我们消机会今年的这个年度检验报告 好 那我们最后也要再提出三方面的呼吁 好 第一个 我们卫福部啊 在2014年啊 就已经预告 这个食品添加剂 好 这个膨胀剂 好 那么 要修订为 这个所谓软体类 包括 啊 甲壳类啊 以及这个所谓 脊皮类 水产食品 加工品啊 海带 铝 这个残留量 应该是在 500毫克 每公斤啊 500毫克以下 那么 油条 油炸 面食 等蓬松食品 跟发糕 马来糕 松饼 司康等 松糕 食品 铝的残留量 也应该要低于啊 这个 40毫克 每公斤以下 啊 抱歉 这个 呃 应该是 铝的残量啊 要低于300毫克 啊 每公斤啊 那其他的 啊 高饼啊 产品啊 铝的含量 也应该在40毫克 每公斤以下啊 不过 如果是按照 这个2014年这个 卫福部所公告的 这个草案的这个内容来看 我们这一次 调查的 那么 五件海泽皮啊 都超过500毫克 油条呢 六件当中 有四件 都是介于 351到1000毫克 那 显然也是 过量 那两件 烘焙食品呢 是超过 40毫克 那 显然呢 这个超量的情形呢 还是蛮严重的啊 那只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明文公告啊 所以 你也不能说它违规啊 那更不用讲 是这个取缔的问题啊 好 因为时间到了啊 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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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